我們還有另外有一些我們已經獲得的資訊 就是說已經被通報確診的人 但是這些都還沒有頂到號碼台 那因為它已經屬於有風險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要特別提早先報告 那因為這一家公司呢 它有接觸到相關客戶 我們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我們就直接要公布這家公司的名稱 它是在潭子的立揚協業的一個公司 他最早都是6541 6541 發現他是一個陽性個案之後 接著陸續的就發現 包括他的奶奶 他的大伯母 堂弟二伯母 還有他自己的父親母親 他姐姐姐的男友等等這些人 全部都在昨天深夜被確診為陽性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群聚事件 所以我們不但積極的在這個立揚協業公司 周遭做大量的消毒以外 我們也會大量的再匡列一些相關可能可疑的人士 那他的員工裡面呢 有兩個是陰性 四個人持續篩檢中 然後還有他的孩子的家教老師 也繼續在這個篩檢中 他拍照 他拍照 他的拍照 他拍照